该项目于1981年招标,1988年前零合同,当时预计在1990年生产1200多架分配级海军,海军陆战队和空军,预计单价1亿美元。 根据设计,该机全站11.5米,一站21.4米,折叠后为11米,空重17.7吨,最大起飞重量36.3吨,最大时速930公里,航程1480公里,最大高度12200米,可靠性高,维护成本低,同时,灵活性也好于A6飞机,可以执行深入打击任务。 更重要的是其隐身能力,要求比F-1171更先进的隐身技术,敌方雷达的探索距离,比当时已有的海军飞机坐下5倍,而且即使满载武器时,隐身能力也受影响不大。 这个项目各方面听起来是如此的完美,唯一的困难就在于如何实现它。 1990年11月,军方的审查发现,项目存在大量问题。 为了减重,A12使用了大量复合材料,然而这些材料的坚固程度,却达不到要求,最终被迫用更重的基础部件来代替。 由于飞机腹部蒙集开口太多,两个G11两承受复合很大,必须加强。 这样一来,飞机的总重量又会超标,以至于逼近航母舰载机重量上限。 此外,复杂的宁核程孔定雷达系统也难以实现,工期至少将延迟到了1992年。 一方面是性能难以实现,另一方面经费,则花花往上涨。 承包商估计单是研制费和第一批升。 产费就将超至8.5亿美元以上,单价则超过2亿美元,比后来500机的F35还贵。 有人顺着估计,A12将会耗尽未来三年内,海贼飞机预算的三分之二。 于是在1991年1月,美国国防部长签名下令砍掉了这个项目。 此后海贼启动了A1E项目来取代A12,算是A12的简化替代班,班机价格预计1亿5000万美元。 但是国会发现,这个项目未来几年还将消耗几十亿美元,于是到1993年。 A1E项目也被砍掉。 至于6的替代品,则用F18大改所形成的F181F。 A12是白的原因,和XB70恰好相反,属于设计思路高大上,结果却无法实现,导致窝宫、烧钱,最终被忍无可忍的政府叫停。 当然,是指华约苏联解体,美军对新式战机的必需性减弱,也是其被叫停的一个原因。 A12总共化了。